HELLO 大家好 我是航母華德爾來玩這一款 沖阿原始人 給他跑一下吧 好了好了好了 歡迎來到愛哲維亞大陸 就下載解壓縮 聲音有點大聲 應該是放置掛機卡牌吧 好像有合成的功能 這種原始人的也玩過類似的 就是士兵可以召喚然後合成 我們再看看是不是 好 汗山巨人塔姆史斯 他是那種有點公仔 公仔造型 人偶公仔的造型 還有一個英雄 英雄士兵 玩過類似的啦 所以感覺這個遊戲可能也是有點抄襲 今天是12月25日 然後遊戲是22日 12月22日開始測試 測試到12月31 11 好我們繼續 好不戰手 沒錯跟我之前玩過的類似的玩法類似 衝啊原始人 我有沒有那個 有沒有玩過 查一下我頻道 沒有 就是這個遊戲名稱我去查一下 查詢一下 這個大手 不知道要不要打恐龍啊 這個大手 以前玩過哪一款有打恐龍啊 可以招募更多的士兵 弓箭手屬於遠程攻擊 適合放在對外賣的陣型 現在我們這個格子只有6格嘛 到時候可能會有9攻格 或12攻格 越來越大 越來越賭 我猜 這邊有一些建議戰鬥 喔 可以用技能嗎 喔 竟然一開始不是送我們那個 女生原始人 這邊還不能加速喔 2-1才可以 還是很大聲 再小聲一點 戰鬥中收穫的寶箱都在這裡 超多驚喜 好開寶箱有金幣 還有支援吧 好招募錢不夠了喔 這邊要3400 關鍵手應該放後排 被這個狼咬死了 狼怎麼那麼兇啊 長愛英雄頭像 調整技能釋放方向 清準消滅敵人 這樣是不是 喔 那個狼有點強啊 狼有點像雞兵有沒有 雞兵切我後排 打我的這個 弓兵啊 點擊這裡 查看英雄信息 野雞雙棋 一雙英雄等級 解鎖親近老闆 肉山壓頂 竟然不是泰山壓頂 肉蛋戰車 啊沒支援了 然後圖鑑 這邊還有其他英雄 還有這個 龍是不是 荔枝 4 4隻 4隻 然後兵種也蠻多的 26種兵種 還不錯啦還不錯 然後屬性有3種 3種屬性 然後可以佈陣一下 格子到時候可能會很多格啦 我們現在只有6格而已 3種屬性 好啊開寶箱 啊跟兜 畢竟這是後出的遊戲嘛 後出的遊戲你去超人家你就是 要超的好一點啊 等格子滿之後我們再來合成 自動還不行 好因為我的英雄有養成啦所以 很強 這個好像比較大隻的這個士兵 剛好像用肉蛋戰車跳了一下 4200 呃 炸裂古龍 範圍爆發群攻 戰鬥力209 喔會丟炸彈就在怨撐吧 啊弓箭手真的很遠耶 就在後面而已 射程很遠 誒我們的古龍死掉了喔 想不到古龍這麼弱 好還不錯還不錯 他要幹嘛 這均銀嘛 然後喔對啊你看二之一二之一會解鎖這個格子我現在沒有沒有辦法就合成 誒合錯了 因為要5000我沒有5000 可以升級嗎 可以再丟上來喔 他有送我是不是還是我剛好有刷到然後因為那個 我的古龍怎麼直接炸啦 這也太弱了吧 這也太弱了吧 對方有英雄誒 一個奇異兒不知道什麼動物的 一之八 我要二之一才可以開自動 才可以解放我們的雙手 有點難打一點點到這個賬號 不知道領到什麼東西耶 部落積分喔 這邊可以改ID 反正大家都知道我都會取哈摩拉 頭像應該可以換了 頭像框是不是我是不是很在意啊 設置的話音樂音效 減鐘 可能以後才想要在國外出吧 所以語言一定要有啊 好 然後可以繼續養成 這裡有裝備一下 然後技能還不行英雄 現在只有一隻英雄啊 好可憐啊好可憐 這個是掛機吧 我掛機收一日啊 就是好像可以最多12個小時吧 就你睡一覺起來就弄一弄 上個班啊上個學啊 就可以弄一下 啊 就先這樣吧 哇狼又來了 我狼真的很討厭耶 每次都要咬我 咬我後排 到底要什麼竹子狼來打我後排啊 那弓箭手直接在那邊咬死 士兵應該也要來養成一下啊 看有沒有可以養的 好 最後一關了吧 一隻死是不是有一個石頭巨人 啊 弓箭手續升到三星才可以抗痕他說的 我怎麼可能升到三星啊拜託 因為那個你召喚士兵也是有點 也是有點看運氣 哇哇哇哇哇哩 這麼兇 全部都冰死啊 要撞一下就死 這款真的做的比我以前玩過了還好 玩法一樣但是 這款感覺 更強 更好玩 靠英雄啊 把他變成肉塊 這我們應該可以了吧 解鎖疾風朗長毛鼠還有頭蛋小子 好第二章 無名神廟 又有新功能開啟啦 這就 召喚一下 就是我們的部落啦 部落可能就是有一些 建造啊 生產資源啊 或是 酒館啊 招募啊 風暴雪女 他這種就是有點玩偶風有沒有 3D那種玩偶 公仔風 養一下 沒有裝備 可惡 一開始就給我們這女就好啦 幹嘛給我們這個 看山巨人 又不可愛對不對 好我們再玩一下吧 這邊 可以升級一下 啊 我想說為什麼我剛剛會拿到那個什麼 什麼炮彈古龍的 炮彈古龍 喔 給我們啦 我想說為什麼 他說要我三星但是我就沒有理他 因為在均勻裡面我剛剛沒注意啊 然後可以再召喚啊 召喚要60006越來越貴了召喚不起 可以兩倍輸了嗎 2-1過關才可以啊現在還不行 我們這個 風暴女 哇這個還要手動 這樣 死掉了 咻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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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有雙英雄了打起來會更輕鬆我們可以開自動啦 我們來開自動 自動來2-2 哎呦幹嘛不讓我一次開啊 呃目前開始靠英雄嘛士兵太爛了等一下死掉 好 來吧 自動 終於啊 直接打他們弓箭手把後排幹掉 坦克跟法師嘛我們現在沒有奶媽 沒有奶媽 好這邊左下角有一些任務日誌 主線任務 OK 輕鬆啊輕鬆 好這遊戲 我覺得台補如果拖的話是不錯啦 就他 玩法啦還有這個畫風啊整個都還不錯 然後 他目前還在測試嘛 台服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出 不知道因為那個未來是太遙遠啦尤其是他們現在 政策有點有點麻煩 可能就胎死復送也不一定 就是你先測試嘛然後要上架啊結果就沒有就 公司就要倒閉了也有可能 好穿個衣服 那我們的部落目前 只有這個酒館 士兵 建造 你看他需要消耗資源啦 去蓋東西 喔你看我們可以召喚普通精英就是提升機率啦 然後我現在24K 登 咖啥 這樣就召喚了是不是 幸運值喔好吧 那我這個跟我那個戰鬥中的召喚有什麼不一樣啊 7400 我現在是17K啊 這太爛了吧 這太爛了吧 極風狼 好沒錢了謝謝 惡心合成 把這個極風狼給丟上來 我們就挑戰 我們就挑戰 你看極風狼直接衝去切他們那個後排 但是我就有幾隻而已被射死 被射死 對方有英雄對方有英雄但是我兩個英雄雙英雄 哇越來越難打了 OMG OMG 越來越難越來越難 好那時間差不多了啦我們就玩到這邊還不錯玩 喔 明火法師 魯弩 史詩 法師群攻 他送我們了嘛所以我們可以用 他這邊有一些事件之塔挑戰 塔塔 塔塔玩法 你可以配置一下 格子也變多了嘛對不對 我們的格子也變多啦 把弓箭手放後面一點 射手放後面啦狼好像一開始就要往前衝了嘛 射手放後面啦狼好像一開始就要往前衝了嘛 欸狼勒 我在這邊 好因為他又跑出教學來了啦我們再多玩一下下來沒關係 原始人的感覺 烏拉拉 烏拉拉拉 好 那就是玩到這邊啦我是漢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歡迎訂閱點讚開啟小鈴鐺我們下期再見囉大家拜拜